就是我們的賴清德賴總統 突然說中華民國也是台獨 那請問我們可以解釋說 我們的國軍也是為了台獨而戰嗎 能做這樣的解釋嗎 那我們的國家是中華民國 還是台獨呢 我們是中華民國 那我想總統的意思是說 在中國的眼裡面 你捍衛中華民國的主權 也是一種台獨 我完全懂 但是我在這裡我也要特別說 中華人民共和國說了什麼 是他中華民國家的事 我們中華民國說了什麼 是我們中華民國的事 中華民國就是中華民國 我們的國軍是為中華民國而戰 我們國軍不是為台獨而戰 今年的漢光演習呢 比較不同的是 過去是五天四夜 現在呢改成八天七夜嘛 那 對 改成八天七夜 顧部長應該知道 那上次呢 我問邱部長的時候喔 那就講說呢 我們要增加很多跟聯軍演訓的部分 那我想要請您再針對這個部分 再說明一下 在五天四夜延長到八天七夜 有哪一些科目是增加的 當然如果涉及機密的部分 可以不說沒有關係 但是我們希望知道說 增加了這幾個天數 那我們是要增加哪一部分的一些演習 又可以達到什麼樣的目的 我想詳細的由從長來報告 沒有問題 不過跟您說明一下八天七夜是指那個電腦 指揮所的那個電腦輔制指揮所的這個演練 然後石兵的這個部分是五天四夜 那詳細的 但是顧部長 因為上一次我問邱部長的時候 他確實有說 演練的項目是有增加的 所以我 您回去看過去的這個影像的話 沒有 我只是說明一下 OK 有兩個 兩種的演習 知道 知道 這我理解 是 請說 委員好 我來說明一下 我們在今年從五天四夜延長到八天七夜的 所謂的電腦輔助指揮所演練 因為近年的威脅 其實共軍有可能油鹽轉戰的這個狀況 油鹽轉戰 對 油鹽轉戰 你們的判斷是有這樣子的可能性 是 從前年的他們的聯合軍事行動 到近期的所謂的歷劍2024A 其實甚至他們在現階段 在我們周邊的這些的戰備警循 其實就是很多的專家學者 其實都有提出來說 是一種溫水煮青蛙 或者說是一直不斷的切香腸的戰術 其實我們逐漸的看出來說 他具備了所謂的油鹽轉戰的這種能力 所以我們這一次在漢光演習的時候 我們就著重在幾個重點 第一個 國軍如何從灰色地帶 能夠快速的轉換成為備戰 這個階段我們大概就增加了一到兩日的一個操演的過程 這個是指實際操演 不是指電腦模擬 電腦模擬的 電腦模擬的 電腦模擬其實有更多的一些的可以進入到實際的一個狀況 然後接下來另外一個也就是說 我們除了一個從灰色地帶進到防衛作戰的這一個演練 是一個我們增加的 第二個 我們如何快速的讓國軍從一個在平時的狀態 轉換成為戰時的狀態 從前我們的演習可能是直接進入所謂的這個戰時的狀態 就開始執行後面的 了解 但這一個變成我們國軍的轉換是非常重要的 那我們除了國軍之外 因為我們國軍一般來講 我們是講的是這個 這個有沒有包含是義務役的部分的轉換 就國軍 因為國軍我們分成義務役跟志願役嘛 對不對 那國軍整體我們都是一起講的 所以我想要跟您確認一下 您剛剛說快速的這個轉換的過程當中 是只有包含我們的志願役的這個士官兵 還是也包含了義務役的部分 好 委員這個裡面區分兩部分 第一個部分就是我們現在的所謂的藏輩部隊 也就是我們平時所現存的這些部隊 如何去快速的轉換 另外一塊就是我們如何讓後輩的 立刻能夠去這個動員之後 進入到我們的戰備狀態 所以它包含是三塊嘛 對不對 我們的志願役 然後就長輩的 我們的義務役 義務役現在應該是都在部隊裡面了 當然 但是因為義務役他們就是才 就是一當一年嘛 這個跟我們志願役還是有一些的落差 對 然後呢轉到後輩之後 所以我們這一次演習的部分 就是也在電腦模擬這一塊 把後輩也加進來了 是的 OK 了解了 那還有其他部分嗎 完成這個部分之後 我們就按照第三個重點 就是按照共軍的攻台的可能行動 而且隨著它的一個戰力不斷的增長 我們調整了我們很多的作戰的一些思維 所以我們在這一次 我們為什麼要八天七夜 用八天七夜才有足夠的時間 把每一個階段能夠非常紮實的 去做一個驗證 當然 我們很支持 那再來想問一個 就是說 先前我也問過邱埔長同樣的問題是 在這一次的漢光演習裡面 是不是也增加了與盟軍共同 怎麼樣快速協防的相關項目 幫委員這個可能我們都 不宜再公開場合去做一個 可是上次是邱埔長這樣的 你們這樣子 上次不是我 我想這個部分確實不宜 在公開的場合來講這樣 那我跟您說一下好了 你們這樣很可愛 因為上次是我問他說 為什麼要改八天七夜 然後他在這個背巡台上說 那是因為要增加跟盟軍的演練 所以其實是你們說的不是我 我是問問題的人 那你們是回答問題的人 但沒有關係 不宜說的都不宜說 但上次我從質詢台裡面 聽到你們背巡台上面的 長官們說過了 所以我只是在確認一次而已 但既然這次改成不宜說 那就不說了好嗎 好 沒有要為難大家的意思 那接下來我想問一下 我們的國軍是為 為哪一個國家而戰 這應該是部長我們來回答的 為中華民國而戰 為中華民國而戰對不對 可是問題是我們的賴清德賴總統 突然說中華民國也是台獨 那請問我們可以解釋說 我們的國軍也是為了台獨而戰嗎 能做這樣的解釋嗎 我想每一個國軍都為國家效忠 為人民效忠 那我們的國家是中華民國還是台獨呢 我們是中華民國啊 那我想總統的意思是說 在中國的眼裡面 你捍衛中華民國的主權 也是一種台獨 我完全懂 但是我在這裡我也要特別說 中華人民共和國說了什麼 是他中華民國家的事 我們中華民國說了什麼 是我們中華民國的事 而且我相信 我們那個國軍也有這樣的氣魄 要一起為中華民國而戰 我相信是這樣的 我們的歷史 我們的精神 我們對國家的熱愛 我覺得我們的所有的國軍 全民的同胞 所有中華民國的國民 都會一致的來支持 但是中華人民共和國 他認為是怎樣 那是他家的事 我覺得我們不需要聽他 難道他叫我們去吃屎 我們要吃屎啊 誰理他啊 所以我這裡要講 來我們看下一張 所以過去包含我們 顏德發部長 包含我們邱國正部長 包含我們好像吳思淮將軍 馮世寬 他們都講了 國軍不為台獨而戰 中華民國國軍是為中華民國而戰 我想要請問一下 顧部長 您對這件事情的看法 可不可以重述一次 讓我們知道 我們新任的國防部的部長 對這個事情 您的具體的態度是什麼 我想每一個國軍都會國家效忠 為人民效忠 那中華民國現在有效的統治區域 就是台澎金馬 2300萬的人民 他們一定會為2300萬人民的 現存的民主自由生活方式而戰 我們的首要目標也是 基於備戰才能避戰 我們一定要維護台海的區域和平穩定 這就是我們現在的基本的態度 所以中華人民共和國的說法 我們中華民國不需要採納 不需要相信 不需要 不需要去把中華人民共和國的話 塞到我們自己台灣人 中華民國人的嘴巴裡 顧部長你同意嗎 總統的意思應該就是在講說 中共的態度 他其實就是如此 就是你主張 那關我什麼事啊 為中華民國而戰 那在他的眼裡面 因為他剛剛發布了 對於台獨分子的制裁的22條的意見 那在這個意見裡面 所以總統才會解釋就是說 你主張為中華民國而戰 在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眼中裡面 他也是一種態度 好 當然啦 我希望 因為您也不是賴總統 所以我不想逼迫您 我知道您沒有辦法代表他發言 但是我要再一次強調 中華民國就是中華民國 我們的國軍是為中華民國而戰 我們國軍不是為台獨而戰 中華人民共和國要說 中華民國是誰是台獨不是台獨 那是他家的事 那不是我們家的事 我們就是為了我們的國家奮勇向前 而且我相信我們所有的國軍弟兄 我相信我們的國防部長 我相信我們的參謀總長 都是秉持同樣的態度 只有這樣 我們中華民國才能夠團結在一起 所以不管是過去的閻德發 不管是過去的邱國鎮 以及我相信顧部長您的想法跟過去 或許在做了部長之後會有一些轉變 我們希望看到的是這八天七夜的演習裡面 我們所有的國軍一起努力為中華民國而戰 B戰是最優先的 我們不希望看到兩岸之間森林塗炭 但我們也要準備好 如果今天真的發生任何狀況的時候 我們是有在準備好的情況之下 能夠保家衛國可以嗎 是我想每一個國軍都願意為生活在這片土地的2300萬人民 他的民主自由生活方式的一個維繫 來有效的防衛 進行鞏固國家安全 謝謝部長 謝謝蔡莫總長 謝謝 最有感的膠原蛋白生態 即日起快點購全台獨家販售 養顏美容增強行動力 打造有感每一天 小包裝好攜帶 成分天然零添加 無吸藥不含重金屬安心食用 兩款包裝給你滿滿膠原蛋白 桃紅包裝助養顏美容 藍色包裝增強行動力 心動了嗎 現在就上快點購一起健康下單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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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